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 在门房等待接见的大小官吏也不过十几人 韩家的车很轻松的就出了巷子转上了大街 车厢内顿时就嘈杂起来 韩黎的心中也跟着外面传进来的声音一起变得毛毛躁躁 跟随父亲拜见了当朝首相 顺带还见到了另一位宰相 从初中来说这一趟拜访远远偏离了最初的目标 韩黎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韩刚会出现在苏宋的家里 他确信他的父亲也根本不可能想得到 祖父叔祖交代的时候也肯定没有想到 这是一桩完全出乎意料的意外 拜见哪一位宰相这其中自有很明显的政治意义 家里最终选择了苏宋可在苏宋家里却撞上了 韩刚同时遇上两位宰相在一位宰相面前能说的 该说的自然都不能说了 这一趟的拜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但韩黎在父亲的脸上看不出任务失败的颓丧 确切地说在韩黎的眼中 他的父亲韩宗如现在正沉迷在苏老平章赠予的 还未发售的最新一期自然中 完全把祖父和叔祖交代的任务丢到了九霄云外 方才在苏宋家里也是 乍见韩刚韩黎震惊之后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而他的父亲却在几句话后 便跟苏宋韩刚讨论起了脚长沙之种种 其实就是自家父亲现在正在看的新一期的自然 上面有一篇来自于戴州医学院的论文 正是这篇医学论文让父亲忘掉了祖父和叔祖的嘱托 忘掉了与两位在相之间的身份之别 与苏寒二相热络地探讨起来 众所周知戴州医院的前身是当年韩刚为何东帅 领军抵御辽国时的隋军医院 戴州医院附属的医学 从中培养出来的医师一向是以精善外科而著名 在金疮骨伤方面也可谓是独步天下 以至于精师的医学生们 想要从医学中毕业都要到戴州学习两年外科 一名医学生想要成功毕业 按韩黎的了解至少要五年的时间 然后才能进入医院 从住院医师开始一路往上爬 最后成为汉林医官 甚至医官症 经过韩刚这位宰相改革后的医官体系 已经严密的仿佛科举 那种一铁偏方治好贵人 就能得见为官的好事 韩黎近年都没有听说过 而在医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至少有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是在戴州医院用于练习剖开一具具尸体 想想都觉得让人心中发毛 尽管是为了日后救人 如果解剖尸体能够救回更多条性命 就是一桩利国利民的好事 而且用的还是蛮夷的尸体 戴州医院平常用来解剖的尸体 全都是从黑山蛮那边购买而来 因为无法长途运输 只能把外科学习放在最近处的戴州 完全无可争议 但民间和士林对医学解剖尸体的行为 多多少少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毕竟都讲究人死后入土为安 韩黎过去听说过好几桩类似故事 都是说有人被谋害 他的儿子因为不想看到王父遗孩 被官府的武作摆弄来摆弄去 干脆就不报官 回头自己找仇人报复 即使是解剖的对象是疑人 也不是没有人觉得过分了 甚至在民间的传闻中 戴州医学院的学生们 甚至都像开肉铺的屠户一般 活生生的把仪人大卸八块 去研究里面的心肝肺 华佗扁鹊 自此不足为其劳 韩黎突然听见韩宗如 一阵嘀嘀嘀语 韩黎无奈地撇了一下嘴 无言地望着车窗外 之前父亲与宰相们的讨论中 韩黎听到了许多 多多少少也能听得懂 如今的世人没有不去研究自然之学的 就是韩黎也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 对动植物和矿石大感兴趣 尤其是各色矿石 韩黎特地用一间专门的屋子 来摆放从天南地北收集来的真品 医学方面虽无研究 可好歹常年定月自然 自是有所了解的 说什么脚长沙 过去定义的太过宽泛 现在给细分了 其中有一类是肠子上的一个叫蓝尾的部位 发炎穿孔 如果救治不及时 肠子里的污物就会污染腹内 最后导致病人丧命 这样的病症过去无药可治 除非肠子自己能愈合 然后流进脏腹内的污物 不会感染其他腹脏 不然就只能等死 但现在却已经有好几例成功的病例 都是破开肚腹 把溃烂的肠子割掉缝好 再用干净的淡眼水清洗腹内 最后再将肚皮缝合起来 手术的成功率能达到一半以上 失败的几乎都是因为术后感染 如果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华佗在世贬阙复生 而且将会是一批一批的 华佗贬阙 对医学上的进步 汉里不是不感兴趣 能把活人的肚子剖开再缝起来 这本来就是传说中的故事 如今成为了现实 怎么可能没有兴趣呢 只是场合和人不对 其实能跟宰相谈的如此投机是好事 这世上多少人求之不得 汉里看见父亲能与两位宰相侃侃而谈 其实都有几分自豪 即使是三伯父家的儿子 真正的宰相崖内 也不一定会被现任宰相记住性命 而自家父亲明明从未谋面 却能让汉刚这位宰相记得一清二楚 但汉里担心的是 父亲回去该怎么向祖父交代 要说的话一句没说 要办的事一件没办 这要怎么交差呢 难道回去跟祖父说 今天拜访苏平章不巧 撞上了汉相公 就跟他们一起探讨了一下 自然上最新的论文 肯定交不了差吧 停车 韩宗如呼的一声大叫 把韩黎吓得差点从座位上摔下来 揉着撞到板壁的后脑勺 韩黎就听见父亲的吩咐 去问问 有没有欧阳文中公的文集 马车右后方稍后一点的位置 正好是一家书铺 看起来规模不小 韩黎对父亲的吩咐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一言下车 书铺占地不小 各色图书种类繁多 韩黎问了一句 是否有文中公的文集 店主就让打杂的小厮 搬了一堆六一诗 文中词 六一居士文集 等各色版本的欧阳修文集来 在过去 诗人的文集 不是自己生前编转 就是死后亲友待劳 但现在 多的是书商帮忙 当然 绝大多数书局 从来不会想到 给原作者一文钱 欧阳修的诗集文集 一向备受欢迎 故而在诗面上 诸多版本分杂 鱼龙难分 真要分出 版本好坏 内行看门道 外行就只能看价格了 国子尖版虽好 却不应个人文集 私家版本 最好的就只有 新开张 不过两三年的 新华书局 背后有 拥勤商会撑腰 又有宰相帮助 质量是一流的 校对印刷纸张 无一不精美 故而这一家的书 也是最贵 堪比国子尖 不过在众多书局 书社中 只有这一家 给作者分钱 卖一本 就有一本的分账 若是柳三变 还在人世 都不需要 要妓女帮她付酒钱了 而受到好处的世人 不要人吩咐 自己就主动叫对 少了错愕 质量自然提升 除了新华书局外 还有一个商务印书局 价格低得多 用纸用墨都是最低的一档 只比接铁烧抢 与报纸相当 可架不住便宜 又肯拉下身段 京石子集 从来不印 都是小说 智怪 传奇之流 还有从自然截取的文章 让人改成了最通俗的白话 拿俗体字印了 一向卖得红火 这一家书铺 商务印书局的一本本小册子 就摆在最外面 韩家不缺钱 店主搬来的都是其他书局的版本 而且还都是节选 韩黎正眼没看 直接让店家找新华书局出的文中公集来 当店主敦促着小公 搬来一套几十卷的大布头时 韩宗如都从车上下来了 整个人急躁不耐 怎么还没好 一看已经搬了来 立刻又道 第一卷给我 第一卷就是目录卷 韩宗如一夜夜飞快的翻着 刷刷的声响 旁边的店主看得眉梢都挑了起来 这般重手把书页扯坏了 驾马立刻就要打个对折 可他又不敢说 明显就是官宦人家 有钱有身份 他不敢得罪 也不能得罪 翻书的手突的一顿 随即就丢下了第一卷 从全局中翻翻找找抽出一卷来 如今的书都有个好处 就是有书籍了 印刷水平高的书局所出品的图书 书籍上的小字也是清晰分明 韩离看得不明 所以看韩宗如专注的神色又不敢多问 果然 听见父亲嘀嘀地蹦出两个字 韩离就从侧面瞧着他手中的书 修身则同道而相义 以知是国则同心而共济 很是眼熟的蚊子似乎在哪里看过 回去 快回去 韩宗如不顾黑着脸的店主 丢下书 反身就回了马车 还没想明白的 韩离被父亲拉着 茫茫然地回到了车上 呼得灵光一闪 终于想到了出处 是彭党论 当年范仲淹 与当朝宰相吕一俭相争 引领了大半个侍林 被吕一俭在仁宗皇帝面前告了一桩 说他是结党 仁宗下找进彭党 欧阳修却对号入座不打自招 写了一篇彭党论 说小人无彭 而君子有彭 故而君子结党天经地义 因而惹得仁宗 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一路 连下狠手 全都打发出了朝廷 要说欧阳修的政治头脑 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 在家里 寒离的父祖辈都没少拿欧阳修来告诫子弟 不要犯同样的蠢事 对于天子来说 小人党是结党 君子党也同样是结党 哪个德士都不利于天子的统治啊 单资家父亲看彭党论作甚 寒离想不通透 但在他父亲的脸上身上 信心是越来越充足 甚至拍着前面的板壁催促车夫 快点回府 刚才您听到的是 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直天下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